拜登公布三位美國大使提名人選 分別是美國駐華大使人選柏欣斯 駐日本大使人選伊曼紐爾 以及駐坦桑尼亞大使人選巴特 其中 現年65歲的駐華大使人選柏欣斯 有多年外教官經驗 曾經擔任美國駐希臘大使及駐北約特使 美國國務院政務次卿目前在哈佛大學 肯尼迪政府學院擔任外交及國際關係實踐專業的教授 伯恩斯的對華政策觀點與拜登政府一致 他曾經對媒體表示 美國應與歐、亞盟國聯手制行中共 伯恩斯認為 美國在經濟、軍事和價值觀上 與中共存在重大競爭或分歧 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正來到一個關鍵點